大家好,各位Herbalife的同學,大家早晨,又回到營養教室的時間 今天要特別提到的是和免疫健康相關,而且是專注於產品上 究竟有哪些產品是特別免疫健康有幫助的 因為香港和澳門近日都有疫情升溫的情形,大家一定要保護好自己 也要了解到有哪些營養素可以幫助我們的免疫系統更有健康上的助益 我是Lala營養師,也可以叫我歐陽嘉明營養師 目前我是台灣Herbalife的特異營養講師,同時也是在學校、醫院做營養教育相關的工作 我們今天會特別專注於哪些產品是特別推介給大家的 在免疫健康上,我們首先要了解到的是需要哪些營養素 而去推薦有這些營養素的產品有哪些 如果以打好免疫的基礎來說,有幾樣營養素是非常必須的 如果缺乏的話,免疫系統會嚴重下降,有三個 一個是蛋白質,一個是各式各樣的維他命,例如維他命A、B群 C、E這些全部都是需要的 另外還有是礦物質,特別是稍後會介紹到有幾種礦物質是特別重要的 所以免疫基礎有這三樣東西 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是必須的,不可以缺乏的 如果一缺乏的話,免疫系統就會失調 另外還有,維持長度健康也很重要 長度是我們身體中最大的免疫器官 它不單是幫助我們消化、吸收和排泄 同時有八成以上的免疫細胞是在長度製造 所以維持長度健康對於我們的免疫系統非常重要 維持長度健康也有三樣東西 一個是益生元、一個是益生菌、一個是後生元 三樣東西完全是不同的東西 我們稍後也會解釋為何益生菌和後生元都需要補充 另外還有,有吃到這些東西是可以重新的 去幫助我們的免疫健康再提升的 就是一些抗氧化和抗發炎的營養素 比如魚類、海鮮類裡面的Omega3 又或者一些植物的營養素 比如椎花、蒜頭、五味子、十字花科、蔬菜裡面的營養素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去抗氧化和抗發炎的 其實無論是維持正常的免疫系統 又或者是不小心已經中了蕉 有疫情不小心在身體裡面爆發的時候 這些抗氧化和抗發炎的營養素就會顯得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如果生病的時候 其實身體是處於一個發炎的狀態 身體的氧化壓力也很大 所以這些抗氧化和抗發炎的食物 本身就是要持續地補充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提到這三個大題目 從免疫基礎開始講 免疫基礎的一些保護力營養素 再考考大家有哪三種呢 蛋白質、維他命和礦物質 這三種是一定必需要的基礎營養素 如果在維他命來說 其實每一種 研究上每一種的維他命都和免疫系統有關 特別有關的就是 包括維他命C和維他命D 會特別地和免疫系統非常相關 抗物質來說其實也有很多種類 和免疫系統特別相關 就會有抗物質身、抗物質膝和貼質 都會和免疫系統特別相關 如果要補充這些免疫基礎的營養素 就會推薦我們的賴色和多種維他命 因為賴色本身就是 附陷蛋白質的一個很基礎必須要吃的營養素 就是蛋白質、維他命、抗物質 剛剛提到的三種都是我們的賴色 所以如果要有免疫基礎的話 就直接每天的早餐必須要有的就是我們的賴色 另外其實我們的賴色也有添加抗氧化植物的精華 譬如薑根、藍莓、石柳的精華 其實也具有抗氧化的能力 另外有膳食纖維可以幫助長度健康 有很多種口味可以選擇 有低卡、低脂、低糖 所以是很適合作為免疫基礎 每一天的早餐都可以使用 其實你會發現單是奶色 我們剛才提到的免疫的三個項目 其實在我們的奶色裡面 就可以獲取營養素 另外還有的是我們的多種維他命 多種維他命來說 主要是補充 重點補充這些維他命和抗物質 所以特別是適合 例如每餐都愛吃的話 現在疫情期間可能比較多是自己煮的 如果你是叫做外賣 或者是吃飯盒的話 其實都會很容易有缺乏維他命和抗物質 因為你可以想像一下你平時點的飯盒裡 蔬菜水果的量有多少 會很容易有維他命和抗物質缺乏的情形 所以特別是叫外賣、外食族的話 就會很適合去額外補充多種維他命 多種維他命是分每天三次 每次一片 就是早中晚餐的飯後去使用 另外我們的維他命其實並不好吃 因為不是咀嚼或者有甜味的 因為它本身沒有額外添加糖 沒有香料、沒有色素 所以它就是很適合作為沒有負擔的補充維他命和抗物質的來源 所以免疫的基礎就是這兩個產品 我們的Formula1和Formula2 就是我們的奶色和多種維他命都需要補充 另外我們的第二個題目就是長度的健康 長度的健康就需要這三樣東西 益生緣、益生菌和後生緣 其實他們的英文聽起來是非常相似的 一個是prebiotic、probiotic和postbiotic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他們之間的關係 一個是在益生菌之前需要的東西 另一個是在益生菌之後會產生出來的東西 益生緣稍為解析一下 以益生緣來說 其實它是提供給益生菌的營養素 它是益生菌的食物 所以如果你長度裡面有攝取足夠的益生緣的時候 自然你的長度裡面的益生菌就會生長得比較好 那後生緣是什麼呢? 後生緣其實就是益生菌所製造出來的一些對於我們人體來說健康的物質 譬如短煉脂肪酸或者其他的維生素 其實益生菌都可以做出來的 所以這三樣東西對於我們的長度健康的幫助都非常之大 所以這三個元素所衍生出來的產品 有益生緣來說就是纖維 其實膳食纖維無論是水溶性纖維或者非溶性纖維 對於長度的健康都很有幫助 另外就是有益生菌 因為益生菌裡面本身都有適量的可溶性纖維和多糖體 對於長度的健康都有幫助 當然益生菌很直接的就是益生菌 我們的益生菌的粉末可以幫助我們補充足夠益生菌 還有預支部裡面有後生緣的成份 可以幫助我們的長度更加健康 所以我們就一一看看這三樣東西所推薦出來的產品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營養纖維粉 營養纖維粉我個人是非常推薦的 有很多的partner可能只是沖奶色 不一定有加這個營養纖維粉 但我覺得加這個營養纖維粉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特別是你本身長度不太健康 容易便秘的人 又或者你在減肥的 你正在減肥中 而且很容易肚餓 很容易很喜歡吃一些口垃圾 或者零食 經常都覺得肚餓的話 你的奶色裡面就一定要放營養纖維粉 營養纖維粉 它本身每一份 其實就可以提供給你6克的膳食纖維 我們每一天大概會需要25至35克的膳食纖維 通常來說 城市人只能攝取10至15克 所以如果你每一天 可以早上和晚上都補充一根膳食纖維 我們的營養纖維粉 其實就可以補充 讓我們的膳食纖維的攝取量達到標準 另外我們的營養纖維粉 它本身是來自於大豆、甘蔗、玉米和甘骨的膳食纖維 同時可以補充可溶性的纖維 也可以補充非可溶性的纖維 另外我們也會添加一個益菌生 也是我們剛才說過的益生源 就是一種益生源叫做菊糖 是可以幫助我們的益生菌生長 因為我們的好菌是特別喜歡吃菊糖作為營養的來源 另外剛才提到為何減肥的人 一定要在我們的奶色或飲食中可以添加營養纖維粉 是因為它可以大大提升爆竹感 你可以去實驗一下 當你的奶色有加營養纖維粉 和當你的奶色沒有加營養纖維粉 去比較一下 它的年酬度和爆竹感是相差很遠的 所以無論是想維持長度健康 想維持你的身材 也可以添加營養纖維粉 特別是在疫情期間維持長度健康很重要 特別是如果你很容易缺乏膳食纖維 很少吃蔬菜碎果的人 非常推薦可以在飲食中添加營養纖維粉 另外還有我們的濃縮盧維汁 濃縮盧維汁已經變成了一個習慣 早上可以喝一杯 突然間口癢想喝一些含糖飲料的時候 你也可以將我們的濃縮盧維汁 作為代替含糖飲料的代替品 濃縮盧維汁的盧維是來自於康布萊 在墨西哥的一個有機農場栽種出來的 是用環境友善的方式去栽種 所以譬如農藥或一些人工的化學肥料 其實都不會去添加 所以可以很安心地使用 我們使用的那個蘆薈的品種 是叫做全葉蘆薈Aloe Vera 目前已知是安全可以食用 同時營養價值豐富的一種蘆薈品種 我們的蘆薈汁本身有原味、芒果味和金骨味 如果你喜歡酸酸什麼什麼也沒有什麼甜味的蘆薈汁的話 原味就會很適合 如果希望可以代替鹹糖飲品 或者可以有一點點甜味 芒果味和金骨味就會很適合 選擇蘆薈汁其實也要去看看會不會殘留蘆薈素 我們全系列的蘆薈汁都有第三方認證的單位去檢測 我們的蘆薈汁是不含蘆薈素的 如果有蘆薈素會發生什麼事呢? 例如有些含皮的蘆薈 通常蘆薈素是綠色的蘆薈 如果蘆薈素殘留在蘆薈汁或者蘆薈的製品上 就會很容易引起腸道的徑亂 雖然可以排便 但是會很激烈地排便 令到你腸道會非常疼痛 如果比較危險的話 不小心被孕婦去食用蘆薈素的時候 更有可能會引發子宮肌肉的收縮 而且公縮就會非常危險 所以蘆薈汁的安全性上也非常重要 要去選擇不含蘆薈素的蘆薈汁會比較安心 如果以免疫健康來說 我們的蘆薈汁本身已經是維他命抗物質的補庫 另外我們的蘆薈汁本身有多醣體 還有一些可溶性的纖維在裡面 所以很適合作為保養長度健康使用 我們剛剛提到的 是長度健康的益生源的部分 就是幫助益生菌去生長 形成一個健康的長度環境 給益生菌的一些營養物質 就是一些纖維素和蘆薈汁 如果益生菌本身 其實你也可以直接食用益生菌 去增加你長度的好菌的數量 我們的益生菌 是來自於綠脈牙培養出來的牙包乳酸幹菌 這一種類的乳酸幹菌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長度裡面的好菌有效地增加 我怎樣才算有效地增加呢 因為有些好菌 例如你吃乳酪裡面的好菌 其實大部份在胃裡面已經死光了 傳活率大概是根據一些研究的數據 譬如你吃一匙乳酪裡面有100個菌 吃了入肚子到達大腸的時候 它的傳活率只剩下1個 傳活率是1% 因為在胃的時候就會被胃酸殺滅了大部份益生菌 這個牙包乳酸幹菌不同的地方 就是它有一層叫做內生胞子的結構 這個內生胞子可以幫助牙包乳酸幹菌到達長度的時候 可以達到傳活率70% 因為它就會不怕酸性 不怕胃酸 所以傳活率是目前已知的益生菌裡面 傳活率是最高的 它不單止是不怕酸性 它亦都不怕冷和不怕熱的 所以無論是加入奶色 又或者加入熱飲裡面 又或者是你要加入一些果汁 做作雪條 其實都可以的 那個益生菌其實也可以攝取到 本身我們的醫生菌和市面上很多醫生菌的粉很不同的地方 就是市面上很多醫生菌的粉是很好吃的 有益力多味 又或者有士多比里味 但是我們的醫生菌其實是完全沒有味 有一點點的甜味是來自於菊糖 它本身沒有說我們會添加糖粉 沒有香料又沒有色素 所以其實並不好吃的 我是比較推薦可以加入奶色 又或者加入牛奶去直接飲用 因為它直接吃可以說是挺難吃的 因為它本身沒有添加 相對來說會比較健康 以及不會造成身體的負擔 除了益生菌和益生菌之外 剛才也有提到益生菌所製造出來的物質 對於我們身體的免疫防禦力來說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預知寶 它本身有一個專利的成份叫做epicor 這個epicor 它是由酵母去製造出來的一些代謝物質 它本身含有的後生緣 有研究發現它對於一些防禦力和免疫力的提升來說 是有幫助的 其實我們的預知寶 除了有epicor的最主要成份之外 還有維他命C、維他命D3、礦物質新和西 所以它加入的一些維他命和礦物質 其實也是特別是給免疫系統的功能使用的 所以我們的預知寶也是在緊張時刻 一定要準備提升保護力的很重要的產品 剛才已經解釋了益生緣、益生菌、後生緣 既然都是給我們長度的健康 為什麼不只吃益生菌呢? 可不可以只吃益生菌 又或者只吃epicor的成份 也可以呢? 預知部的成份 為什麼不可以單單吃一種的原因 就是因為後生緣益生菌和益生緣 它本身是完全不同的作用 所以是沒有辦法互相取代的 我們看看益生緣、益生菌、後生緣 簡單來說益生緣就是一種纖維 益生菌就是剛才提到的乳酸幹菌 或者後生緣生產出來的短鏈脂肪酸 可以幫助長度的健康 三種的作用有點不同 還有它的優缺點也有點不同 譬如以益生緣來說 就是作為益生菌的食物 你直接吃益生菌的話 你沒有提供食物給它 沒有足夠的纖維 它也沒有辦法繼續存活或繁殖 所以益生緣也是非常重要 是長度健康的基礎 並且可以幫助提升飽足感 如果以益生菌來說 它是活性的 所以它可以持續地分給一些殺滅壞菌的物質 這就是益生緣做不到的 因為是活性的益生菌 它才可以分泌殺滅競爭者的壞菌的物質 益生菌也可以持續地產生後生緣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第一個就是容易受到胃酸破壞 另外益生菌本身是一個活性的物質 所以它會死亡 它也會有它的壽命 所以益生菌也需要持續地補充 後生緣就是益生菌所生產出來的物質 可以被我們身體直接吸收使用 而且它有一個很大的優點 後生緣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比較不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 它也不會死亡 如果你有持續補充的話 它就會持續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後生緣的一個缺點就是 不會自己去增值 益生菌如果你有持續給到一個好的環境 它會持續地增值 達到一個固定的量 但是後生緣就不會自己增值 有益生菌就會增值 所以益生緣、益生菌和後生緣來說 對於長度的健康都非常重要 而且是缺一不可 所以三種都需要在飲食上去注意 最後要提到的第三個題目就是 抗氧化和抗發炎的一些保護力的營養素 這個會比較多 主要就是Omega3和一些植物性的成份 推薦的產品也有五個 一個是申維斯 五味子精華 以及路斯抗氧化精華 以及深海魚油蟲香蒜片 我們也會一一解釋一下 這幾樣產品中 最特別是免疫的就是申維斯 申維斯主要是因為有脂椎花的成份 脂椎花已經有很多研究去證實 它的保護力提升效果 我們的申維斯和市面上的其他水溶片 一些含有脂椎花精華的產品 比較起來是含量最高的一款 主要是因為這個脂椎花的精華 令它具有提升免疫的效果 另外也有些針對免疫力相關的維他命和抗物質 例如維他命C 含量是特別高的 另外還有新的礦物質 可以支援我們基本基礎的免疫力 另外我們的申維斯 它是一個水溶片的形式 熱量也非常低 它雖然沒有添加糖 但是具有甜味 所以我覺得喝起來也是非常好吃的 其實我自己的習慣是申維斯 會和我們的茶粉一起去沖泡 其實還有很多的成份 今天是沒有提到的 譬如綠茶裡面的一些熱茶素的成份 又或者我們夜凌生裡面的精安酸的成份 其實都對於免系統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申維斯也可以和夜凌生 或者我們的茶粉一起去沖泡 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另外還有我們的五味子精華 五味子精華 五味子精華 這五味子的成份最主要是可以供抗氧化 譬如我們的維他命A、維他命C、E和C 也可以幫助抗氧化 特別是真的病了的時候 身體特別需要抗氧化和抗發炎 什麼叫做發炎呢? 就是紅腫熱痛 例如喉嚨痛、痰、發炎的時候 就是一種發炎 我們身體就會需要抗發炎 其實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免疫細胞 它會分泌一些殺毒的物質 殺外來病原體的物質 譬如一些雙氧水的成份 H2O2的成份 我們身體的免疫細胞 是會自己分泌出來的 H2O2的成份 其實也是一個很強的氧化壓力的來源 所以我們身體在生病的時候 其實也是處於氧化壓力比較強的時候 所以也需要攝取抗氧化的成份 五味子、衛生素和抗氧質 其實也具有幫助抵抗自由基 抗氧化的效果 另外還有露絲抗氧化精華 這個就更加直接了 這個產品的名字就是抗氧化的 本身露絲抗氧化精華我也非常推薦 因為它裡面有很多 我們平時飲食上 很少會同時可以吃到的 很多元塊的植物的成份 譬如蜜蜜、丁香、薯尾草 這些香草的撮取物 平時飲食上其實很少會吃到 另外就是一些十字花科蔬菜的精華 這邊不單是一種十字花科蔬菜 除了有我們經常知道的十字花科蔬菜 西蘭花之外 還有椰菜、椰菜花、蘿蔔 其實都屬於十字花科蔬菜的一種 我們的露絲抗氧化精華 就是綜合了十字花科蔬菜的精華 還有番茄的撮取物 含有豐富的番茄紅素 所以都是很適合作為疫情期間補充的營養素 另外還有特別是是抗發炎的 是有我們的Omega3 心海魚油也好或者輪蝦油也好 其實都可以的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抗發炎 我們的心海魚油、輪蝦油和香蒜片 其實都是由Dr.Louise Nero 我們的諾貝爾醫學長得主 同時是康布萊營養資訊委員會的成員 Dr.Louise Nero所研發和推薦的 我們心海魚油本身都是屬於一個比較高的純度 38-42%的Omega3 大家可能會想 我市面上有見過80-90% 那為什麼40%已經算是高濃度 其實如果是80-90%來說 它經過多重的加工 是一種RTG的形態 的Omega3才可以達到這麼高濃度 它會經過多重的加工 而如果是天然狀態的Omega3 譬如魚在海裡游泳的時候 它體內的Omega3的百分比 大概就是30-40%左右 所以我們的Omega3 它本身就是維持魚在海裡游泳的狀態 撤除出來的Omega3是比較天然的狀態 對人體來說也是相對比較容易吸收的 我們的深海魚油有一個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安全性 因為它本身就是源自於北大西洋的小型的魚類 所撤除出來的Omega3 而且經過層層的嚴格的重金屬檢測 其實使用這些海洋性的魚類或者海鮮類 所製造出來的產品 最怕的就是有重金屬的疑慮 所以一些魚油或者輪胎油也好 要經過嚴格的重金屬檢測 其實才可以很安心地使用 我們的深海魚油還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不怕聲音 有些魚油你吃了六吐之後 會有一個很反胃的腥味 我們的深海魚油它本身就是有添加石香草 丁香、薄荷油這些天然的香草成分 所以它本身也沒有令人難以接受的魚腥味 接受度也非常高 最後就是我們的香蒜片 香蒜片同時具有抗氧化的效果 一樣是由我們Dr.Louise Gennaro所推薦的 香蒜片裡面的蒜的成分 已經有很大量的研究去發現 這些香生料的成分對於我們的免疫力的提升是有幫助的 其實平時飲食上 如果你很少會直接吃蒜頭 或者直接吃洋蔥那些香生料的成分的話 其實補充這些香蒜片也可以幫助我們 獲得這些具有提升保護力的好處的營養素 亦都是通過嚴格的農藥和重金屬的檢測 其實我們剛剛提到的每一款的產品 也有通過嚴格的農藥和重金屬和毒素的檢測 所以可以很安心地使用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的營養素和產品 其實提到很多種的 大家可能會說 其實很難說每一天都吃到這麼多種的產品 如果營養師要推薦三款 你幫我推薦三款一定要必吃的呢 那有哪三款呢 其實沒有一種食物 只吃一樣就可以身體獲得很好的提升 或者營養素已經足夠 跟飲食一樣 其實多元化的食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真的要推薦三款 特別是免疫的話 是有三個的 就好像我們上展場一樣的 有頭盔、鼻彈衣、子彈 如果以頭盔來說 就是保護我們身體最重要的地方 如果在頭盔打仗來說 是保護我們的頭 但是如果是以疫情來說 我們以免疫系統來說 最重要的一個器官是我們的長度 我們八成的免疫細胞都是長度製造 所以最重要的免疫系統是長度 所以要給我們長度的健康 我會推薦預支補 因為裡面有epicor 後生員的成份 可以預防一些疾病的產生 另外就有五味子 就好像鼻彈衣 可以具有抗氧化 保護肝臟的效果 另外還有我們的武器 就是生維絲 生維絲裡面的子椎花的成份 是令到我們就算不行中招 也都可以保護自己 高含量的維他命C和子椎花 都是由研究去證實 具有很好的預防和舒緩的作用 所以如果剛才提到 這麼多份產品裡面 特別推薦的三款 就是預支補、五味子 以及我們的生維絲 是特別是需要旁身用的 每家每戶一定要在家裡放三樣的產品 就可以以防萬一了 最後也都推薦我們的活動 我們的健康食譜挑戰菜 現在還有產品可以買的 所以推薦給大家 可以去參加這個 康寶萊的健康食譜挑戰菜 我們的產品、我們的獎品 都非常吸引 所以就推薦給大家 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希望大家今天上完課之後 可以更了解要提升我們的保護力 需要攝取哪些營養素 以及供應這些營養素 可以吃哪些產品 幫助我們身體的保護力提升 我們的課程就到這邊了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